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行情一下来的话 就跳空开低 是这样子的 万民哥有个看法 就是投资股票 或者投资任何的 这个做生意也好 其实就像是 这个男女是一天谈恋爱 特别是男生在追女生 因为万民哥是男生 比较能够理解 男生追女生的情况 那女生追男生 我就不太清楚了 或者被人家追是怎么样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你要勇于 追求自己的爱情 但是你对爱情 也要提得起放得下 投资也是一样 虽然有的人 是拿毕生的积蓄 甚至也挤出一点点 自己的零用钱私房钱 去买股票 一点点钱 对大家来讲 都像命根子一样 万民哥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提得起放下很重要 就是你要 能够去享受那个爱情的 对你生命的滋润 但是有的时候 也要有一个觉悟 就是碰到不顺的时候 要能够不为情所困 这点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投资呢 一定有好有坏 有成有败 那失败为成功之母 你就必须抱着 这个坦然的态度 老师讲一些事情 我跟大家都一样 你们很多人被套 除了那个潜龙 他最厉害了 还有什么老知心 这几个老班 那些都是高手 我这样被套的人很多了 当然他们 既然在我们平台中出现的 个个都是高手了 什么利勤渊荣娥都很厉害 但是呢 我跟多数的投资人一样 我也是被生套 但是呢 我还是要过日子 还是要生活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 对不对 如果一位的钻牛角尖的话 自己就会 比较这个难熬了 所以要看得开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万民哥前两天 还跟那个余老师在聊天 说市场的行情 情绪最难捉摸 这个就让万民哥想到一件事情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就读到那个卢说 大家都知道西方近代 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呢 就是写那个总意志论的那个卢说 那卢说呢 他的总意志论 英文叫general rail 什么叫总意志呢 市场就是一个总意志 市场就是一个总意志 他是千千万万 甚至于亿万的投资人 一起参与所形成的一个general rail general rail 就是这个总意志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 你要抓到他情绪 都很难抓得到 何况是一个千千万万人 凝聚起来的一个市场情绪 那当然更难 因为多数的情况之下 市场受情绪的影响 远比受基本面的影响更大 你看我们第三季GDP出来好得很啊 对不对 但还有人就是说不好 那你怎么说呢 那就是他的情绪有问题嘛 是不是 他可能某些地方呢 遭受不测 或者呢蒙受了损失 他就觉得不好 但是这个不好的情绪 一定要被感染以后 就变成这个市场的总意志 这个很难抓得准的 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啊 这个我跟余老师聊天的结果 就是连人工智能 再强大 ChetGPD能够这个语言生成 能够影像生成 但是呢 他就没有办法形成行情生成 你懂吧 所以大家看这个事情 不要有挫折感 不要有挫折感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修炼 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 这是万民哥 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TED 谢谢TED的鼓励 谢谢大嫂 谢谢惠友 这个大家能够不离不弃 我们一定努力 谢谢博派 谢谢这个六 谢谢荣娥 都说每天固定 对不对 来看财经麻辣粉的人 每天固定来关心我们平台的人 每天固定时间来跟我们老师一起互动的人 一起关注行情的人 谢谢大家 这个一起前行 奔向财富之路 只要有理想 有梦最美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废话讲了一堆回归正传 第一条新闻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上个礼拜五 美国有个新闻 出来以后 其实大家蛮震撼的 就是根据彭博社的报导 中国呢 大卖中美国的有价证券 这个八月份单月 创下了四年来的新高 高达212亿美金 那最让大家这个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212亿美金之中呢 有51亿的是股票 外面替大家找了一个资料 PPT用编这个呢 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路透社做了一篇报导 他说呢 这个中国呢 正在sleep away from the treasure tre treasure就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个债券 就是中国呢 正在抛售美国债券 那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你们美国人 那个债券那么好卖 对不对 也不缺我们这一咖 能卖多少就算多少 这个但是呢 b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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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k up with dollar bonds 但是呢 没有放弃美元资产 就是dollar是美元嘛 bonds就是美元的债券 当然也包括美国的股票 他的意思说啊 中国对于美国市场分得很清楚 官方的美国财政部的这个债券呢 在持续的去做处理 但是对于美元资产呢 对不对 还紧紧的这个stick 坚持在那个地方 坚持持有 但是你看到八月份就不一样了 除了大卖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之外呢 对不对也开始去调节 在美国的这些有价证据 包括公司债券 包括股票 讲来就是调整美元资产 因为为什么这个逢高的时候呢 自然要做一些调节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那就不知道了 大家看两边的形势而定 这个张老师最近那个 雅南老师最近都跟大家讲 这个十一月份啊 中这个两国东西方大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要在美国旧金山 应该美国旧金山见面 APAC会议嘛 APAC会议以前当记者说 外美国去采访过 这个那时候在泰国主持 这个我也看到 第一次亲眼见到 这个东方大国领袖出来的这种气势 那个气场啊 哇那这个真的是没有话说啊 这个改天呢 外面一个人跟大家分享啊 反正呢 那个时候那是2004年啊 已经快20年前啊 那时候中国的影响力啊 这个就已经慢慢了 已经很大了啊 那现在呢更不用讲了啊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美国作为APAC的主办国啊 他就担心啊 咱们人不去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想办法哎呀 安抚你啊 想办法把你拉住啊 我在那边请这个 请吃饭啊 你一定要来光临啊 不管高兴不高兴 反正呢 你一定要来吃这顿饭 这顿饭呢 对不对啊 好不好吃是一回事 就这么回事 所以最近呢 这个可以感觉出来啊 这个气氛有一些微微的变化 但是主调没有变化啊 主调就是东西方大国的博弈啊 还在使劲啊 这里大家需要明了 需要清楚啊 那第二条 跟大家分享的一条新闻 就是巴以冲突以来啊 这个战场啊 这个不断的外溢 其实大家啊 看新闻啊 把焦点都放在 以色列放在加沙走廊 你看那个拜登 这个上个礼拜 到那个以色列 做闪电式的访问 两天 这个上飞机前 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建议啊 这个以色列政府啊 延后 向加沙地区呢 展开地面精致巡动的时间呢 拜登说 对啊对啊 我叫他们暂时 不要急 暂时不要急啊 这个沉住气 等他回到美国以后啊 他旁边那些幕僚啊 马上出来 开个记者 所以说 拜登没有要求 以色列啊 这个暂缓 对加沙的这个 第一面军事行动 那不是拜登 明明讲说有吗 那因为那个时候 现场啊 这个杂音太多 这个 拜登老爷子啊 他没有听清楚 所以呢 听错了 所以回答也错了 不要当真 但是 由这个事情 前后啊 不一的这种情况 大家就不难理解啊 这个事情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一个 很棘手的问题 不好处理的问题 这个 美国人 去面对以色列 对不对 到底是要安抚他 还是支持他 还是表面上支持他 私底下给他施压 这个耐人寻味 那同样的 以色列要不要进去呢 对不对 他也在那边很纠结 进去了 会蒙受多大的损失 会有多大的 这种反扑 这些都是他必须考虑的 不是进去以后 对不对 光靠着自己拳头大 把别人痛咒一顿 但是呢 做完以后呢 你怎么善了呢 这些问题不好解决 但是呢 舆论的大战 我们A体的大战 这个 几乎没有一天 停息过 怎么个情况呢 外面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现在聚焦的重点 这是什么地方呢 社交媒体 就是社交这个平台 什么就是社交平台呢 X啦 Tiktok啦 这个Facebook啦 这个等等等等的 YouTube这些东西 这个最近美国有一篇报导 就说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 战争 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 就成为大家要争取的 这个 accusation 要争取的一块原地 但是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有出现了 party partisan partisan就是什么 偏颇 偏心 温和的这种偏心 什么叫做温和的偏心呢 他这个底下的指标题 字比较小 外面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们发觉啊 这个 X Facebook Tiktok 还有这个 YouTube 对于 整个内容来讲 比较pro-baristan 就是比较偏袒 巴勒斯坦 这个是主流媒体 对社交媒体的一种评论 就是社交媒体出现的这些 言论内容来讲 在主流媒体眼中呢 他们比较偏向于巴勒斯坦 那甚至于呢 路透社报道了一篇 这个 人家的研究 这个报告 Reports Say 路透社讲的 有一篇报告里面就讲 现在 Antisemitism 就是反犹太主义 已经呢 已经怎么样呢 Facebook 已经迅速的 恶化 Facebook 就是恶化 In current US 在现在的美国 已经逐渐的恶化 就是 反犹的情绪 越来越高了 这个 在 特别是在美国的 Political And Social Climatical 等等 就是在整个美国的社会 跟政治气候下 氛围之下呢 反犹太主义 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 他已经讲了 他用什么字眼呢 Maintain stream And normalization 就是什么 已经变成一种主流了 变成一种常态了 这个是路透社 就是路透社 报道美国 现在的政治社会 有一种反犹的情绪 气氛 而且已经成为 Maintream 还有呢 Normalized 就是正常化了 哎 这个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不是说犹太人 掌握了美国的金融界 教育界 文化界 传播媒体 电影业 科技业 无所不在 这个 甚至于 我们都知道 Facebook的 扎克伯格 X平台的 这个马斯克 都是犹太一啦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外民哥替大家找了一个 去年 这个一篇 这个国外媒体的报导 他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反犹主义 这个在 在什么呢 已经呢 很少 很少被什么 remote by social media 他发觉 他们已经有做过调查研究 这些反犹太人的这种言论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 很少被移除 虽然这个前两天 扎克伯格公开讲 任何反犹主义的言论 脸书都不许他存在 只要一出现的话 甚至于封号 但是社交平台 跟传统的媒体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是去中心化的 他是分散式的 每一个人 只要进入这个平台以后 他不受任何人限制 都有充分的自由 不像你以前看的 传统的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 那个可以经过 这个新闻机构 他一定的筛选 或者去处理以后 呈现给你 你属于是被动的 但是现在呢 在社群 社交平台上 你每个人都变成主动的 你可以随时 把你的感官 或者你看到的 通通贴上去 通通放上去 通通讲出来 没有总编辑 没有这个审稿的人 没有这个报社后面的大老板 或者媒体后面的大老板 来妨碍你 或者呢 改变你的意识形态跟价值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哪怕纽约时报 这个美国 号称的影响力最大的媒体 他在 舆论方面的影响力 可能比不上TikTok 可能比不上X 可能比不上Facebook 等等等等的 情况完全变了 当然有人说 万民哥我们的财经媒体 你不是财经麻辣 你为什么讲这个事情 我们看财经世界 看财经趋势 必须关注整个社会政治 的潮流跟风向的变化 为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这个情绪一直弄下去的话 很可能 主流媒体 他会被迫去改变 他处理问题的方向跟能力 那媒体呢 又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息息相关 那反犹太主义出来的话 那不得了 这些犹太的金融大亨 他们日子会好过吗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都很值得我们去 关注跟推敲 我再给你看大家一件事情 礼拜六礼拜天 在我们国家呢 大家都去像外民哥 礼拜六跑到北京呢 去爬山 看了一下法海寺 外民哥去看法海寺 就感触很多 这个北京的庙 跟我们在南方的庙不一样 它都是皇家格局 都是皇帝盖的 或者皇帝旁边的重城 比如说大太监盖的 所以它那个屋顶都是金黄色的 哇 那个气象庄严 我一想想看 我到杭州那个银领寺 如果跟北京这些庙比起来 那就跟 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说 你知道吗 那完全不能比的 你知道吗 虽然说银领寺是中国 什么最有名的庙啊干嘛 那不一样 那个气势啊 那个格局 那个气场啊 还真的不太一样 那是题外话啊 我们在国内呢 大家去聚餐 去郊游 去运动 但是呢 英国人 英国的伦敦的英国人干嘛呢 发动了一个十万人的 支持巴勒斯坦 抗议游行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整个欧洲来讲啊 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欧洲 就是英国 在英国 又是全世界 金融货币的中心 这个有价证券的交易场所 居然出现了十万人的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跟抗议 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 我们再看看 这个已经造成 西方社会的分裂了 乐旁 就是法国极右派的领导人 公开支持以色列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的左派 他是右派嘛 法国的左派 拒绝支持以色列 你就是法国出现了 左右之间明显的分歧了 右派的政治领袖 公开支持这个以色列 左派的就拒绝支持以色列 这个问题不能说不小 为什么万民哥讲过 法国八千万 七千万人口中 有八百万穆斯林 但是呢 也有六十万犹太人 这个两个族群 在法国的社会里头 都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这种力量会在法国社会中 形成什么样的激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对不对 只有法国的领导人 政治人物都必须好好的 这个琢磨这个事情 因为他任何的言论出现的问题 可能背后的金主支持群众 就会烟消云散 一夕之间 他的政治地位就会崩塌 那就形成了社会 剧烈的这种对抗 那会不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经济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所以这个万民哥经常在讲 你看那个管子 这个著作里面 有一个叫做霸行篇 特别强调 御用天下之权 你想要御用天下的资源 必不得于天下 你必须对天下人都好 这个大范围的思小会 给人家恩德 你才能够用天下之权 犹太人今天想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是呢明显的 他所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 道德关怀明显的不够 那这个久而久之就影响 就会怎么样 就会形成反弹 就会形成反弹 所以你现在这种西方的主流媒体 被犹太人控制的这些媒体 去批评反犹太主义 但你反过来必须要这个反省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出现了 那个希特勒 为什么后来对不对 去找犹太人的麻烦 犹太人有钱 德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每个人 犹太人家里头赚的满满的 对不对 利用德国经济出现危机 通过膨胀的时候囤积 这个炒作 这个影响到 这个广大群众的生活 当然就引起了反弹 他为了 席特勒为了博取他的政治资源 就把这个当话题 那同样的 你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 激起了这个群情 激起了民愤 激起了公愤 那也有人会利用这个气愤 对不对 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这个东西必须要好好的小心谨慎 这个是外民哥跟大家分享的一点看法 再来一个呢 就是上个礼拜五 我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中国对于制造业全面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外资投资 但是外资来中国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限制 特别是制造业 因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很长一段时间 用市场换技术的这种策略 对不对 吸引外资 那外资到中国来投资以后呢 它持股的比例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汽车业 这个持股呢 最多不能超过49% 51呢 必须跟国内合作的这个企业呢 或者机构呢 对不对 这个所持有 比如说上海汽车跟美国通用 这个合作上海通用 上海通用呢 通用汽车就占49% 上海汽车集团占51% 这个就是用市场换技术 但这么多年发展下来 一步一步放宽 我记得那个2019年的时候 就全面放开 汽车到中国投资 可以持有百分之百的股权 这个叫做全资全股 所以特斯拉那个时候 就进到中国来 但是他到中国来以后呢 对不对 为中国的经济呢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那特斯拉呢 也从中国的市场 也在中国的这个利用的投资 利用中国的这个生产资源呢 对不对 对公司呢 的获利做出重大的贡献 这个就是双赢嘛 那我们现在呢 在一带一路峰会上 国家领导人 特别宣布呢 对不对 全面开放制造业 就制造业到中国来 不受任何限制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本事你就来 而这个情况就像什么呢 搭了一个擂台 谁都可以到这个擂台上来 用公平的一套 共同的这个一套 规则呢 来进行博弈竞赛 你有本事的话 你能打倒对手 你就是市场中的这个王者 那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一带一路峰会上 特别提出来建构一带一路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这个表示大家要建立一个开放平台 支持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现在大家都在打贸易战 像美国都这个卡中国芯片 要建自己的小院高墙 我们不来这一套 我们要搞世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这个开展务实合作 务实合作 那你当然就跟人家推心致富嘛 要把自己的市场跟别人共享 那个促进绿色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 我跟大家讲解释一下 现在啊 这个因应气候变化公约 是一个主流 但是要做好这个事情呢 握有绿色技术的国家 最充沛的就是中国 所以大家可以看 那个一带一路峰会期间 那中东国家沙特 阿联酋 这个迪拜 卡达尔 为什么一直跟中国签订了很多合约 几乎啊 我看了一下那个一带一路签约的 那个合作大概有四分之一 都是中东这些国家签的 为什么 都是要发展绿色能源 这点非常重要 再来呢 支持民间交往 这个建设连结之路 这个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那当然呢 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 这些框框条条框框价价呢 开放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到中国来 这个也反映出来呢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在制造业部分呢 这个中国人已经有百分之百的信息 不怕外资企业 透过对中国的投资呢 来掌握了中国相关产业的主导权 跟生产资源 所以呢 外面可以看了一下子 这个日本的经济新闻呢 就有一篇报导 它这是中文平台的报导 中国还是这个香甜的汽车市场吗 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车企透过合资品牌的投资 在中国市场呢 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利益 但是日本人发觉啊 不管是丰田也好 日产也好 山林也好 所有日本的汽车品牌 过去两年来在中国市场中 都快速的衰退 山林汽车 这个苏巴路已经要退出中国市场了 尼桑呢 的做法呢 它比较极端一点 它就呢 把重心移到中国来 因为它觉得 中国握有新能源车方面 最多的优势跟资源 所以它到中国来 那 Toyota呢 就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它的市场呢 在全世界都保持增长 只有在中国衰退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丰田汽车在全世界没什么增长 就靠中国的增长 那现在刚好相反了 所以日本就说 这个在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 对日本汽车业来讲 还是香甜的吗 那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 这个一切都看自己的本事 这个 日清中文 这个所做的一个调查 就是中国汽车市场 这几年 第一个出现了饱和的现象 但是呢 外销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你看啊 这个红色的 这整个柱状体呢 就是销售量 这个2022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整体的汽车生产量 大概是2700万台 那出口呢 接近300万台 而且逐年快速的增加 那很大的一部分呢 就是靠新能源车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做了一个调查 他发觉 美国的汽车业者 或者美国的这个产业界 对于新能源车 开始出现了 反对声浪大于赞成的 这种情况 这个特斯拉新车 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把它当作 是一个时尚商品 有钱的人呢 都热衷追逐他 但是现在呢 情况呢 似乎有点反转 这个也反映出来呢 这个他们面对 中国制造业 这个新能源车方面的 蓬勃发展的一种担心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特斯拉 这两天呢 这个美国逐渐接近了 第三季财报公布的 这个集中时段 就是这个礼拜 包括英伟达 包括亚马逊 包括谷歌 脸书 还有苹果 这个通通啊 都要发布财报 美国这七大 再上特斯拉 这个七大 这个高科技公司呢 号称美股的七姐妹 因为呢 美国股市就是靠这七家公司呢 来撑起这个半边天 这个美国股市 这个财富的增加呢 四成以上 就靠这七家公司 结果呢 上个礼拜第一家 发布财报的特斯拉 公布出来以后 情况非常不好 这个特斯拉股价呢 连续两天重挫 但是呢 没有影响到 这个马斯克呢 作为世界首富的这种地位 我们先看PPT 左边这个图 就可以发觉啊 这个特斯拉第三季财报出来 以后呢 马斯克讲了 特斯拉还要 keep cutting price 继续保持降价 透过降价呢 来稳固 他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 这个即使呢 现在的市场处于一种叫做 tubulate 就是非常紊乱的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这是特斯拉的基本策略 这个结果呢 就造成第三季的特斯拉的毛利率呢 这个降到百分之十七点九 最高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呢 一度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他掉回了2019年的这种情况 但没关系 这个产业的发展格局就是这样子嘛 谁能够对不对啊 透过价格竞争扩大市场占有率 谁就是王者 这个是横骨不灭的道理啦 横骨不灭的道理 但是呢 马斯克也讲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媒体的报导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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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克 讲到 他 会 暂缓 去推动 特斯拉的 产能 因为呢 现在经济呢 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这个 马斯克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有大量的人呢 他们怎么样过日子呢 他们过日子的方法啊 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啊 这个叫做月光族 A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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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check就是什么 就是靠薪水啊 每个月薪水都花得光光的 Paycheck to paycheck 那他们必须怎么样呢 都有呢 A lot of 这个 debate 不不 这个 这个 debate A lot of debt 就是每个人呢 都是负债累累 这是美国人的生活啦 所以他就讲说 现在美国经济不好啊 老百姓的购买力啊 或者收入啊 可能面临这个缩减啊 这个情况之下 你如果在盲目的 去推动这个特斯拉的 这个production的话 会出现了过剩的情况不好 所以他稍微缓下来一下 包括对墨西哥的投资啊 等等的啊 还有在美国国内的这个 扩产啊 通通要慢下来 这个 这个马斯克甚至于讲啊 这个 Cybertruck 这个 美国 这个特斯拉第一款 电动皮卡车 推出来啊 延宕了三年啊 等于是 等于是怎么讲 等于是 这个 叫做 叫做 Dark Grave 就是 为自己挖坟墓 挖坟墓 这个 为自己挖坟墓 他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 明智的方法 早知道是这个样的话 Cybertruck 这个 就不要在美国去开发了 交给上海厂开发 如果说不定早就开发出来了 没想到呢 对 造成了三年的延宕 耗费了大量的资金 这就是美国产业链了 现在的盲点跟困境 但是呢 特斯拉不行呢 相对的也会影响到 电动汽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特斯拉今年前三季 它的增长率呢 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九 二十九 跟去年比起来 这个产量呢 这个在美国的销售 在美国的销售呢 是这个四十九万辆 但是呢 其他的车厂呢 电动车厂呢 他们今年前三季 累积起来的增长率呢 是百分之四十八 这个总销售量呢 超过了八十七万辆 这个电动车呢 增长率还是高于一般汽车 但是呢 今年第三季啊 即便在 美国汽车工程联合会 这个罢工的阴影之下呢 美国的这个 整体的新车销售呢 还是增长了 将近百分之十七 特别是通商汽车 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本来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预估啊 美国今年整体新车销售呢 大概是一千三百多万辆 接近一千四百万辆 现在呢 调高了目标值呢 估计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万辆 这是美国现在的情况 这个汽车业对美国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这个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工作机会呢 还有呢 这个产业的关联性也很强 汽车业不好的话 其他产业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这个节目结束以前呢 外民哥还是跟大家 拜托一下子 这个帮我们分享 外民哥是觉得 即使现在航行不好 气氛比较低迷 但这个时候呢 其实更需要有人陪伴 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这个平台 还是可以 发挥陪伴的功能化 不妨动动你的 幸运的金手指 帮我们转发 帮我们转发 你不要看 这个市场正在调整之前 这个其实更需要大家集中 这个注意力 因为随时会出现 这个反转的这种拐点 为什么呢 万般下跌就是为了买进 股市为什么下跌 就是因为有人要买 因为股市下跌 是有人放空 放空的人 就希望打压股市 他好低价 低档抄底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大家非常 大家要有这个认识 那另外一点呢 你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 我们新的这个朋友的话 给我们加关注 加了关注以后呢 绿色的标签呢 会变成 我们可以看 外面一个截图了 这个收视画面 变成一个黄色方形 里面有个星星 你再点进去 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那除了我们有提供 即时直播的这种服务之外呢 你点了一个核信天津分公司 Logo以后呢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 点开我们公众号以后呢 公众号里头有很多这个服务 里面有短视频 有文章 有各种这个课程 这个有免费的 有付费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不对 来找到你所想要的 或者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这些服务 那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这个你不管是加我们关注 或者呢进入我们的粉丝团 跟我们在平台上互众 我们不会跟你做强迫的行销 不会去骚扰你们 不像很多这个平台 你跟他点上以后 对不对 或者下载以后 他就天天发信息 打电话给你 我们不会 这点呢请大家这个放心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二维码 跟我们课程这个顾问去联系 对于我们服务的这些内容 有什么需求 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改善的 反应的意见呢 都可以跟我们课程顾问 去这个反应 这点呢我们也感谢大家 同样的你跟我们课程顾问 这个接触的时候 也不会跟你做推销 你放心 我们这个希望呢 打造一个最优良的经营平台 这是我们的愿景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再见 拜拜